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垂吊區就是你了 吹嘞 喂 OK啦 我已經把今天的釣渡弄完了 今天我們要一起來玩 層底釣渡 然後耳料是選用我們的青蟲 就是海蟲 那我們就準備去做釣吧 GO 好 來 催下去 好 我們現在就把耳拋出去 然後等待魚來咬吧 是說我剛剛看這 好像有魚在咬咧 是說我剛剛在看這邊長 是說我剛剛在找釣點的時候 我發現基隆市政府 他們有公佈一些是可以釣魚的地方 然後只是沒有想到說 今天這個假日這邊 竟然沒有人來釣魚耶 是怎麼回事啊 還蠻奇特的地方 咦 咬一下 中 哇咻 咦 有魚嗎 好像 沒有捏 耳都被吃光了耶 可惡 好來 我們再接再厲 催下去 OK 我們往正前方丟看看 看到底會不會釣魚 因為通常基隆港內非常多小魚 要遇到大魚的話真的是 運氣了 還蠻運氣的 一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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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咬喔 終於 有在咬喔 終於 有有有有有有 好可愛喔 我的天啊 沒想到海釣這麼好玩 好了 催淚 咬兩下 準備囉 終於 這什麼魚 YES 連他也中了耶 可以可以 好啦 牌子下去吧 掰掰 OK啊 我們這次要丟正前方吧 看看等一下到底會不會有魚 欸 有 欸 有中嗎 好像沒中耶 放槍 欸 送 喔 耶 耶 欸 結果又是利仔 兇耶 哇沒有想到現在天氣變陰了 等一下不知道會不會下雨 因為基隆這邊有個特殊的名稱叫做 漁港基隆 就是很會下雨的地方 好像有魚來要囉 咬一下 咬我兩下 咬一下 咬我兩下 咬咬 咬我兩下 好重喔 什麼東西 雙高 雙高 哇 有魚進來了耶 山高 有魚這咬囉 這咬囉 終於 結果又是一隻利仔 但這尾稍微大一咪咪 那我們就準備前往下個目的地囉 因為感覺現在天氣好像不太優耶 我們趁變壞之前趕快離開吧 覺得過兒 人生吃了 在哪裡 然後一個綜合就把綜合展開 這看起來真棒耶 現在我來到了基隆的八斗子漁港這邊 八斗子漁港它這邊是屬於觀光漁港 沒有想到說在台灣農曆年的除夕這一天 他們的漁市這麼早就收攤了 因為現在才差不多四點半左右而已 沒有想到說大家要趕快回去圍爐過年 所以他們都提早收攤 然後稍早經過這個賣海鮮攤子的時候 我本來是對他們這邊基隆的名產鯊魚煙有興趣 可是我看到說他們這種現燙章魚感覺好像也蠻好吃的樣子 所以我就問他們說 可不可以幫我把這兩個口味做成一盒 然後那個時候老本娘因為要收攤了 所以他給我指了這盒200元的 有章魚鯊魚煙還有涼拌魚皮的料理嗎 他們說這盒原價200元就算我150元就好了 所以我就買了這盒 一次可以知道多種享受耶 那我們就準備開動吧 哇靠不愧是漁港基隆耶 雨突然下得好大喔 哇 我們來吃一下章魚 嗯 這個吃得到鮮味 好可以喔 我們來吃吃看他們的招牌 鯊魚煙 鯊魚煙 鯊魚煙不愧是鯊魚煙啊 這種煙燻的味道非常的棒啊 雖然說鯊魚最有價值的是它魚刺的部分 可是以前我吃魚刺的時候 我是感覺不到它有好吃的點在哪裡啊 所以從那之後我都不會吃魚刺的 哇 釣完魚來海港吃海鮮 感覺真棒耶 所以說我們剛剛釣的那幾隻魚 基本上都是 體型有點小啊 不太適合拿來食用啊 所以在釣完結束的時候 我把所有的魚全部都放回去了 掰掰 放魚了喔 好我們來吃吃看它魚皮的部分吧 嗯 我覺得它魚皮凍的部分 應該要沾醬才對 不然吃起來沒有什麼味道耶 而且很有嚼勁 完了好像它魚越下越大了 我想還是把東西收一收趕快回家 假如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分享按讚還有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了 掰掰